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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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条清晰 代表部队受访 我们飞馆分队来负责 那其他的训练的话都跟白天是一样的 王同义499连队64年次 飞行时数超过1500小时 顶尖干练被拔走为台法战术交流飞行员 再两个月就要回国 法国跟各国军事交流由来已久 电影《空中杀阵》 背景就是在法国的战机国际交流 1992年台湾向法国采购幻象2000之后 为了培训飞行员 昂贵的训练费跟设施费 一年赤资5000万 更别说训练一位飞官 国家至少得花上一元 王同义是目前唯一在法国受训的台湾飞官 万中选一好不容易出现 他卯足全境苦练法文 意外罹难 王家失去至亲 国家折损一劫 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的飞官王同义在法国 为了避免伤及了法国的民众 那么牺牲了这种自己 就像这个王妈妈所说的 他以他儿子为荣 我们相信我们整个台湾人 也以王同义为荣 我们台湾人民应该都向他致敬 接下来2100全面开展 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来观察的 就是整个台湾目前到底是何去何从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我们刚才看到了 美国总统大选的第一场的这个辩论 那么其实美国是有各种不同的 双方面是完全决然不同的一个 这个政策国家的这个路向 但是台湾目前朝野政党 在最近执政党严重不失的 失明性的情况之下 那么人民是不是说对其他的这个在野党也有一个期待 其实这是TVBS最新民调可以看得出来 这国民党是这个这一条线 那么是已经到了26民众是在这个倒戈之后 严重这个不信任的 那么针对民进党也是同样的一个趋势 也跟着这个往这个下滑 几乎是不相上下 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台湾民众对政治相当相当的厌恶 可是如果这样的情况持续 我们的这个就是国家的危机 回头来看这几天发生的这种事情 包括这个陆委会的这种主委在这个立法院里面问到说 这个中共的这个全国政协主席贾借你画面出来让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整个的画面我们的这个陆委会主委 那么不认识 包括了这个研考会的主委 那么在答复这个黄金十年是什么的时候 也完全不知道马英九总统谈了什么黄金十年 那么这样的情况一而再再而三的这种发生 都是让人民对整个目前的这个政府 说你到底在做什么 连你们自己的内阁的这些阁员也不知所云 那么同时在立法院里面国会已经把它这个娱乐化 那么官员是小丑化 那么国家就是泡灭化的过程 这个问题就是目前我们现在所碰到的最严重的一个情形 周一先生 作为一个以王玉琪这样的一个身份 他是总统身边的人 是总统的嫡系 他当然知道他担任陆委会主委 外界有很多的批评 在立法院的处女秀 你本来就准备好吗 你本来就应该达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你好歹作为一个陆委会的主委 负责两岸之间的事务 负责两岸的政策 负责两岸的关系 你总得对于你的对手 你要充分的了解 了解中国大陆的国台办 他的负责人是谁 了解中国大陆的政治局常委是哪些人 甚至常常在两岸之间交流互动里面 出席的贾庆宁 他到底是谁 这总要搞清楚 这是一个基本的ABC 当然陆委会主委的ABC 我只能说 当王玉琪他坐到那个位置的时候 他没有把他当一回事 他基本上备巡之前 他就没有做好准备 这个心态是非常可怕的 但大家认为你是总统的ABC 认为你是总统镜子里面看的人 所选拽的人 你还不知道要小心谨慎 你不知道还要奴隶深渊奴旅铭薄冰 到立法院去 你明知道在野党的立委一定让你好看 一定给你出难题 你为什么事前不做好准备呢 那这样的一种心态 我觉得用在所谓的内阁里面的阁员 很多人都是如此 亲呼 亲帅 坐到那个位置 觉得一切就满足了 就如同我讲的 很多的政策 开个计程会 计程会开完电视一播 结束 结束了 后面到底怎么落实 完全不注意 你不觉得王玉琪的心态就是如此吗 他说整个一个政府在目前执政 那么已经让人民失去信心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心怀上来的这个阁员 还是有这么大的一个差距 当然你可以讲说 那个在立法院里面 你问我 我真的不清楚 重点应该是 那么这个中共 这个政治局的这个委员 他们本身做什么 每一个人的 这个所有掌控的 他们的个性 他们的政治人格是如何 那应该是滚瓜烂熟 那才是重点 但是让人民看到的 就是你连一个贾庆林 都搞不清楚 而何况连这个研考会的主委 这个这是马英九 这是2012年打出来的黄金十年 虽然是很空洞 但是别的人 一般人不知道无所谓 你研考会主委 就是专搞这种事情的 什么活力经济公益社会 说民众主委 原来你们都是在 根本就是在霍悉尼 完全不把他当回事 那不是跟人民开玩笑吗 这就是整个让人民部门在街 我觉得整个团队 每一个部会的成员 这首长其实螺丝都没有酸紧 皮肤都没有绷紧 为什么 因为整个团队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今天王毅渠主委 他这个表现真的是很离谱 而且他事后的解释 我觉得我也不能接受 他说他对这个相片的辨识能力 比较差 这个不是 我跟你讲 我认为以他的为人 他一定有准备 但是他没有准备到那个方向去 所以他在休息的时候 赶快背 结果下一场就非常好 每一个都认得了 所以你这个是解释不通的东西 你今天你说我晓得两岸事务 但是我不见得认得那个人 这个可以这样解释吗 我觉得这个甚至很离谱 我以前一再讲过 任何一个新的部会首长上任 立法院就看你三次的表现 你三次表现都不错的话 以后对你毕恭毕敬 你知道对你毕恭 你就很一防风顺的 但是你第一场就完蛋了 但是我也必须讲国会委员的表现 蔡其昌是厉害 因为第一个问他的是蔡其昌 那后来就是跟进的那些 就很可笑了 比如说 就中意化了 就过后来 就那 我跟你讲 听说本来蔡其昌 第一个要问王毅是谁 我听说他连王毅都不认识 不会啦 就国内办的发言人 对 不是 国内办主任 就是主任都不认识 我是说蔡其昌本来要问王毅 下午陈冲有给他打pass了 反正王毅都不认识 这个不是说他们认不认识的问题 而是给人民说 你这些政治的内阁的阁员 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你能有没有这个能力 你这个立委 立委怎么耍宝是另外一回事情 可是连这个都没有 如何能够取得人民信任说 我相信你这个整个的内阁 能够帮我们台湾带到一个新的境界来 其实我觉得 的确是对于说一个陆委会的主委 对台工作九人小组都不知道 以及他辨识度不够 我觉得是的确有需要来做一些检讨 那我也觉得说 预期对于说 其实我觉得有 觉得不认识就不认识 所以不用再去多说一些说 我对于照片的辨识度不够 因为的确是他刚上任时间也不是很多 但是人民对于整个执政团队要求 是非常严格的也非常严谨的 所以我觉得内阁团队整个是需要再上行发条 就像刚刚省委员讲的 很多的你说像黄金十年 然后我们的主委也不知道这个的具体的内容 都不讲 因为他是属于研考单位 但我觉得还是要讲一点就是说 其实整个的内阁团队 并不是如外界所讲的 真的完全都不够用心 就像大家所讲的 以预期来讲 他一定有所准备 只是准备的方向可能不是在人的部分 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 因为人的部分不认识 就是表示说你这样就可以过关 因为毕竟在立法委员 因为他应该看过 立法委员现在就是要让你出球 让你答不出来 这个是他们希望达到 那民众看到的一点就觉得说 那你怎么连这个都 可能他百分之九成他都知道 但是就有一成的部分 他疏忽了他不认识 那这样子就会成为立院的焦点 以至于媒体就觉得 那你这样子到底是不是私人 因此整个的民怨 以及民众的信任度就会下降 民众看到的都是 不可能说我每天 让所有社会大众了解你 每一个大家都很努力 我们也相信你很努力 可是很不幸的 台湾社会所看到的 每一个出来 百分之出来的 都是发生问题的 但是现在这样 还有任何的一个信任度吗 这样子说螺丝要栓解 螺丝栓解是今天发生的事情吗 没有 我觉得其实让我引用 据说是岳飞所讲的一句话 文官不爱钱 武官不喜使 则天下太平 你看我们看了前一个新闻 我们多么感动 我们有不喜使的武官 但是我们又没有不爱钱的文官 其实讲明一点 包含了这件事情 认照片这件事情 跟今天还有委员去咨询 我们的人事行政局 问他说是不是 如果今天年底 这个经济表现不如预期的话 大家是不是可以不要领年终奖金 但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被询问到的这位官员回应说 可不可以不包括我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包含了之前认照片这件事情 综合起来让人民最痛苦的一点就是 那请问国家的愿景在哪里 也就是我们今天 我不在乎你照片是不是百分之百认得 但你可不可以清楚的告诉我 台湾今天的两岸政策 未来要怎么样子走 就像现在的人民最痛苦的是 我们不知道明年 我的积蓄该不会拿出来投资 因为我不知道电价会多少 我不知道油价会多少 我不知道健保要缴多少的时候 我们看到整体的状况是 这些官员喊着要拼经济 可是人民要不要相信他 到底他是开玩笑 想要草船借鉴 想要吸引我们注意某件事情 还是他真的很认真 要求人民一起拼 我觉得台湾现在的问题 就像萧万长之前所讲的 我们真的迷航了 我完全不知道 接下来该怎么走 因为官员讲的话也不可信 然后民意代表会在 质询的时候跟他玩百万小学堂 然后大家看起来哈哈哈哈很好笑 笑完就发现糟糕 我还是不知道 两岸接下来政策怎么走的时候 请问民众要怎么准备 接下来家庭或者是人生的规划 如果我们都不知道的话 谁来投资 谁来继续勇于把我那15兆的存款 拿出来花用 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 如果我们刚看到 美国总统的大选的这种辩论 类似这种事情在美国发生 那就根本不用选了 自己赶快离开保障 因为你去想一想 如果会主委不认识蒋气凌 不认识王毅 这个每个人都 平常就认识这些人 他是要当主委的人 这个给人家两个感觉 第一个就是马英九就是说 我就是要用他 你要怎样 那王毅就是说 我就是跟马英九熟 你要怎样 王毅齐 王毅齐 就是给他的联想就是这样 王毅齐有讲这句话吗 不是 我的意思说 大家都会这样去认知嘛 不然丁守中为什么会讲那话 丁守中是他以前的长官 他也说 我以前这个助理不适合当这个位置 他都公开讲 马英九这一次 是让他的民调下降 大家都知道是民生问题造成的 结果他内阁改组 换国安人马 所以你去想一想 原来的内阁会怎样吗 我就继续批啊 没关系又不会换我 所以为什么不会上紧罗斯 因为该被换的人没有被换 然后他换了一群国安人马 有一些人又跟社会的预期 差非常远 所以这两个逻辑就自然跑出来 一个就是 我只要跟金先生好 跟马英九好 我一定没事 那第二个就是 反正我也没事 因为他换国安 财经内阁继续做 陈冲也不会被换 所以我安全得很 就是这样子嘛 所以你刚才谈到的说 这个罗斯要这个栓井 民众说我不管你罗斯是不是栓井 但是你把事情做出来 把事情做对 做好 可是如果这 其实我们昨天在谈论里面 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整个的执行力的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一个所谓的纪律 这里面所谓的罗斯栓井 就是个纪律的问题 如果这个纪律的问题 一二再再二三 类似这样子不断的重复 每天在复制这样的情况 民众没有信心 官员也没有自信 这整个的未来的方向 我们到底会走到哪里去 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了 涛哥刚才特别提到了 执行力里面 最重要是纪律 这个纪律 其实很重要 是有个团队精神 我刚才听了 学恒讲到的 那一个联总奖金 不要发的时候 当调政警委员去问到 任市行政局的任市长 房复元教授 他回答的是 能不能不要包含他 能不能只限定在财经 财经部会 我心里就觉得 一阵发函 你知道为什么 两个含意 第一个 也就内阁里面 财经官员罗斯没有松紧 派皮 以及让其他的部会的阁员 感觉到高度的不满 可是我更觉得发冷了是什么 作为内阁成员里面的议员 财经的成绩不好 民生大家明愿沸腾 只有财经部门要负责任吗 你没有个团队精神吗 你不是内阁里的议员吗 你能够在公开的场合 在立法院 立法委员问你的时候 你说不发联络奖金 能不能只限定在财经部会 事不关己 这就是代表 事不关己的 缺乏团队精神 就涛哥讲的 这基本上就没有纪律 你没有团队战斗力 你不是一个团队 你不没有战斗力 你没有纪律 肖副总统 最近他讲的是什么 他说每一个大学商学院 都要开什么课 企业轮理 一个行政里面有行政轮理 行政轮理里面 就是一个团队精神 团队的纪律 你怎么可以在 公开立法院职讯的场合 明知道摄影机在对着你的时候 讲出来说能不能只限定财经部会 这句话代表什么 没有纪律谁造成的 如果没有纪律就没有这个执行力 没有纪律是谁造成的 如果一个真正的主题是一个真正有这个领导力的 你非常要求精准 我们不用说严厉 要求精准很公平吧 那么所有他的这个部署 你负担 你承担你该做的事情 你能够说 国台办的主任都不清楚 这是你的陆委会的主委的取责吗 一个严考会主委 连我的黄金十年你都搞不懂 你跟我在唬什么东西 你能做这种事 如果有要求纪律 所以要求纪律是什么出来 我们就拿这个 我们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如果说这个目前所有台湾人民的苦 那么国民党的这个立委提出来 这政务人员 那么在未来如果还持续的 一样的这个蓝灯的话 那么就是他的这个年终奖金要取消 那么另外民进党也加码了 那说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整个那么薪水减半 这各自不同 这该怎么样做 或不该怎么做 这台湾全部乱糟 看一下 如果在年底之前 我们的经济景气 你还是没有回涨到黄蓝灯 政务官 不要领年终奖金 中国报告我 那当然 当然了 可不可以在缩小城 采集官员就好 啊 你说他在笑 你知道吗 不是 这就是 我跟你讲 他那个回答的态度 其实把他当作是一个幽默 你知道吗 但是不可以开这玩笑 所以我很震撼 就说这有几个原因 除了刚才邱毅讲的 我觉得他北半白目 真的白目 还有第二个呢 他说这个是财经的跟我无关 这没有团队精神 还有第三个 他真的很在意这个奖金 我觉得立委 虽然薪水减半 但是不合理 但是如果你把政府当作一个私营的企业 这个数字账目不好看的话 把年终奖金拿掉是合理的 那作为人事行政局 他当然怕得罪的人 他可以一个很好的讲法 他不应该这样北半 他还在笑你知道吗 他在笑 这个跟马英九的笑话有点类似 很冷 而且让人心寒的笑话 曹哥我们现在把这个 这个指责的目标找向没有纪律 我想我们恐怕错了 我刚才讲说螺丝没有酸井 也是我顺口 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螺丝螺丝 我现在担心的是 这是一群无法酸井的螺丝 而不是他们没有被酸井 这个是不是粒粒粒粒 鲜鲜的螺丝嘛 没人要钉的螺丝嘛 青菜没人要做担 青菜去挽来的螺丝嘛 所以他即使知道 他今天在立法院受到教训 小的回去要酸井 他恐怕酸不井 没有办法酸井的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不合格 不适格的螺丝啊 你看今天陈冲在这个受访 他讲的话 他说我应该是一个舰队司令 那每一条 是不是一条船 现在这些船 恐怕是没有办法听指挥的船啊 所以这个舰队是组不起来的 所以每一个船都要去检讨 我觉得马英九你的问题真的很大 我过去都讲说 我给你几个选择啦 要么你自己介入啊 要么你选一个好 我觉得现在已经没有选择了 我昨天已经向周美清喊话了 向马英九喊话无效你知道吗 我要向周美清喊话 因为我听人家讲说 周美清是看这个节目的 你试试看嘛 我们都说不懂你老公 那你来试试看嘛 因为马英九已经没有什么选择了 年底12月底 以前啊 没有做彻底的改变 没救了 没救了 而且很惨 那我跟你讲 今天陈冲的谈话 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 是一个老实人 但是有两句话 大家要听进去 第一点 他说我没有政治性格 那马英九总统的政治性格 也没有多多少 他说他是一个读圣贤书的人 他的意思就是 没有政治性格 是没办法做舰队司令的 他很坦白承认 他没有办法做舰队司令 而且马英九问他 向他说你来做的话 他也给他讲说我不适任 结果他还是做了 那为什么你还是做了呢 是你跟错的人还是马英九用错的人呢 显然马英九除了这个人 把他看成说他是谦虚 他说他不适合是谦虚 第二个可能就是马英九 已经找不到人了 我回应两点 不合格罗斯就要扔掉了 就是要杀鸡儆猴了 陈冲就是浪好人 搞了整个那个变成一团泥巴 第二点 减薪不是没有发生的 法国 新加坡 日本 人家都减薪了 这不是我们发明的 人家有国家已经这样在做了 而且用经济成长的指标来做联动 说我如果没有达成目标 我的薪水不恢复 法国社会党才刚执政 就把自己的薪水减半 这不是没有人在做 就是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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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刚刚讲的说 这个到底民众 对民众来说真的 我不管你是 是不是罗斯的问题 是不是没有要求纪律 民众我已经选你 你给我做好就好 拜托好不好 对 其实我觉得 每天都有很多的朋友 媒体的朋友 对于整个马政府 都有提出很多的宝贵的建议 当然政府 陈冲也好 马总统也好 都非常的关心 也愿意聆听大家宝贵的意见 那你说他没决心吗 我觉得也不尽然 因为事实上 比如上次那个缓障定价的部分 也是聆听大家各界的一声 然后希望说 能够借由这样短期的一个 个案的缓障 唤起长期的制度化 以及我们市场机制化 也是有听 也是有改 但我也承认 像比如说像房屋员 这样的一个 漫不经心的回答 我觉得的确不妥当 因为他可能不知道说 当每一个政务官 他在说话的时候 都有媒体在看着你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 比如说当他在讲的时候 他会想到事后 会发生这样的情形 大家会认为说 他这样的一个发言 是不当的 我想当时 他可能没有这个警觉性 这也就是每一个政务官 当他在背询的时候 所回答的时候 态度的那种的严谨性 我觉得是不够的 我觉得当然现在目前 政府的确有面临一些危机 有一些的一个施政 也的确没有达到民众的要求跟期待 但我觉得你如果说他完全没有做事 完全没有决心 恐怕也不进攻 是 当然说我们可以相信 是很想去做好 但是事实上的结果 这已经不是一个偶尔发生的 如果一些的政务首长 从昨天到今天 连续看到是这种表现的话 它是一个常态性的发展 如果一旦变成常态性的 也不能做立即的一个改变 精细是何系 今天整个国家的发展 整个人民感受的那种状况 精细是何系 怎么可能还一而再 再而三的出来这种情形 我觉得大家其实要想清楚 我想这些公务员也不要搞错 就是民众没有刻意要跟你做对 我们不是真的要扣你的钱 如果你今天把这整个政治做好 加你心都可以 给你bonus都好 但是真的其实大家 你知道我们现在一般民众 真的很痛苦就是 官员好像很好玩 有没有上国会殿堂 然后大家在那边拆照片 然后开开玩笑说 其实不要包含我 但在这个同时间 台湾社会发生什么事情 人民在失业 有很多人因为失业 活不下去要到警局去借钱 甚至有人因为找不到工作 先杀了自己的母亲 然后再自杀 这种痛苦的程度 不是你开开玩笑 就混过去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样子的新闻 加倍痛恨的是 当人民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 这些公务人员觉得 我还在努力 我还在认真工作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要救人民 你开开玩笑 上这个国会殿堂 接受质询之外 请问你什么时候要救人民 你以为我们提出来 这些扣心的目的 是真的要扣你心吗 不是啊 但是你能不能展现出 你以身作折的程度 就以二代健保来讲 我们明年都要交很多 多的二代健保补充费用的时候 然后这些官员 他所多缴的二代健保补充费用 会不会比我多 还是比我少 如果比我少的话 请问什么叫做以身作折 我觉得现在台湾的官员 真正有一个问题是 大破大力是要让大家都看到 你跟着做了 而不是呼吁人民大破大力 然后你自己省钱 不想要被扣薪 但民众失业怎么办 民众被降低薪水怎么办 你267块都不让人民调的时候 人民怎么会不生气 马总统今天也讲了说 要对台湾有信心 民众当然对台湾有信心 但是先要有自己做起 整个的有权力的执政团队 能够带动 这个才能够带动信心 我们刚刚稍早的时候 如果观众朋友看到 美国总统今天的辩论里面 罗姆尼共和党总统参选 挑战欧巴马总统 有讲两件事情 第一句话问欧巴马总统 你每天进白宫的时候 就有没有想到 美国有2300万人失业 同样的问题 我们也请教马英九总统 当你每天进入总统府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台湾的失业率 跟目前的快速的一些 新发展的失业率 跟这个无薪价的增加 同时罗姆尼也问了欧巴马总统 另外一件事情 欧巴马总统在过去四年 几乎埋葬了美国中产阶级 同样在台湾 如果民众问马英九总统 这不是过去这几年 虽然是国际的不景气 这是事实 但是有没有该有所作为 而没作为的时候 那么也埋葬了 我们台湾的中产阶层 或者至少让大家觉得 没有信心 原本黄金十年 是鼓动人心的 这个黄金十年到最后 已经变成 连自己内阁的阁员 主席逝者 严考会主任委员 也不知道在讲什么 那么人民就说 这个全面是一场空吗 这个就是 你要说它严重 是的确很严重 你要展示纪律 就是这个时候要展示纪律的 经济的大环境不好 人民不是不能了解 人民不是不能够 给政府一些时间 但是当他看到这些官员的态度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忍受了嘛 大家会觉得我已经生活这么苦 随时随利可能失业 我的薪水都调不起来 而物价不断的上涨 我已经够苦了 看到你官员漫不经心的样子 我就觉得更加痛苦 更加气愤 这就是民怨的由来 过去我很恨这些贪污的人 但是我现在更恨这些漫不经心的人 他们今天例如说 年终奖金的议题出来以后 媒体开始就访问很多的部会的首长 我觉得只有陈忠讲的是像个样子 陈忠说一切责任他负 这就是一句话 对 但是其他的阁员讲的都是 大家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们依法而为 依法而为就代表 就是代表 不需要照发年终奖金 照领好官我自为之 这种态度 所以陈忠有理解到 要与民同苦 要先天下之忧而忧 但是这些内阁的阁员 他所谓的 这个舰队的每一个船的船长 有这样的体会吗 我们稍微回来 让观众朋友来看 今天政府 包括这个行政院院长讲说 我愿意脚踏实地 我愿意做研究 我愿意把整个台湾的结构性的改变 我不去讨好 我不搞民粹 民众说非常好 那但是能不能够 台湾人民愿不愿意给他时间 这是一个问题 在接下来 我们现在台湾面临多严重的一些的状况 分别未来十年到二十年 无论从我们的教育 从我们很多的福利措施 到包括我们的这个劳工 包括我们的公教的一些的这个整个的一个退辅 都会倒闭的进行烧毁 最后来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其实这个欧巴马 这个跟罗姆尼今天的辩论里面 民众 美国人认为罗姆尼是大幅度领先 非常令美国人惊讶 就是罗姆尼至少某种程度 讲出来让人民有感的东西 而欧巴马就差这么一点 这是刚刚如果说政务官在这个整个的不景气 未来的这个发展蓝灯持续 那么是不是该这个不要领这个所谓的年终奖金 原本就是如此 那么但是所有的这个政务首长碰到这个东西 都是你说我说他说 可是今天晚间我们刚刚接到这个讯息 行政院长陈冲先生说 如果这个景气差 那么隔魁会画面 一个人去承担这个事情 若要共识需要采取措施 我一个人承担 这是行政院院长今天表示 这是政务首长本来就应该有这个 你喜欢这个啊 不是 我说至少 至少要有这个态度 怎么至少 我一点都不喜欢 请说 你一个人负责什么嘛 这个又是空话 又是虚话 你负责什么嘛 你薪水都不拿 奖金都不拿 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我也高兴不了那里 陶哥我不晓得你的标准那么低 我一个人承担后面有含义的 还有进会啊 我们后面的承担 承担不是薪水的问题哦 但我一个人承担就是这个进退的问题哦 那是你的解释啊 不是 这本来是 那那个年终奖金格魁有什么好不好承担的问题呢 对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今天在整个年终奖金事件的表现上面 陈院长 陈院长虽然很谦虚说 他是专业 他不懂政治性 他没有政治性格 所以他不是一个很好的院长 可是我觉得陈院长有自省的能力啊 他至少表现出来吉民所苦啊 他这要表现出来一个责任感啊 一个作为隔魁的责任感啊 今天如果景气不好 再继续亮蓝灯 景气没有好转 我陈冲负责任 我觉得如果每一个阁员都能够像陈冲这个样子 至少民众会感觉到说 你与我同苦啊 我愿意等啊 我愿意等 我愿意给你一点时间 那整个社会就会稳定下来嘛 我觉得这些官员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态度决定人民愿不愿意跟你政府同甘共苦嘛 这就是观众朋友 如果在过去这几天 你碰到的所有的政务首长 看到了在立法院 或者在接受媒体的这个询问的时候 都是完完全全不作答 这是今天晚上 我再把他的这个全文念一次给大家听了 立委主张景气差 取消政务官年终奖金 行政院长陈冲今天晚上表示 内阁成败我一个人负责 若有共识需要采取措施 我一个人承担 这是今天晚间 陈冲先生所说的 我觉得其实应该这样讲啦 我觉得台湾人民这几年 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原先以为这个状况已经很坏了 那你现在看以前的刘兆璇 你会觉得 当年我们好像认为他发发水灾处理不利 所以我们觉得他赶快下台最好 可是一路走到现在 每一个隔魁让你看一看 你都开始怀念以前 当年2008年的时候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尤其是这一次在某杂志上面 我们的行政院长接受访问的时候 说他自己其实是做不来这个工作的 这对人民的信心来讲 是多么大的一个打击 它让我们发现到 我们原先以为可以带我们一起 度过这惊涛骇浪的一个总舵手 照我国的政治规划来讲 行政院长算是很重要的职务了 结果他坦诚当初被咨询 要来接任这个工作的时候 他有说他做不来 结果我们还是硬逼着他做了一个 做不来的工作的时候 请问人民接下来要怎么办 就是你发现带领决定中华民国 未来命运的人说他其实做不来 他其实是不试任的时候 那我们要怎么办 我们要怎么样子想办法再多赚钱 还是多存钱 还是挖一个洞赶快躲进去 希望自己从冬眠之中醒过来之后 中华民国又有了新的希望 我觉得这样子的访问真的让人 非常非常的丧失信心跟丧气 请问中小企业接下来要怎么做 大企业接下来要怎么做 我们的总舵手告诉我们说 一个月之内要有结果的时候 我们看到什么 你到底讲哪一个总舵手 总舵手只有一个 你刚刚讲总舵手说一个月 一个月是总统 所以这个一个行政院长 在目前我们的国家体制里面 算不了一个这个总舵手 但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个等于是这个真正在掌握 曹哥我来延伸这一段 因为陈冲进一步讲 他说要短期内下满药 这个我不会做 那每一样事情都要有长远的规划 即便短期的猛药 也要基于长远的规划才做出来 你要短期做 这个不是我这个人可以做到的 这个讲这句话 就表示他不适格 不适合我们现在的环境 就要换掉了 或者他要辞职了 他今天讲说我一个人负责 就是说你们不要逼 每一个部位收藏不拿钱 我不拿钱好了 有这个意思 但是我举个例子 郭台铭不是我很尊敬的人 他有很多地方 是非也可以讨论的 但是你跳楼 我加薪加到你不会跳楼 那你沿海工资上到我收不了 我几个月内 通通搬到郑州搬到成都 这种气魄 这种气魄就是现在我们需要的人 我们现在需要的人 不管他有没有结果 但是让人民看到说 你敢做 你做了 而且你方向基本上也许可以 那有没有结果 再说嘛 现在其实老百姓没有那么苛 说一个月三个月 我们都讲那是胡说八道的 哪有什么一个月三个月 但是你要敢 那我现在再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 如果陈冲或是马英九 明天宣布是鸿海的CEO 我保证明天鸿海跌停板 但是如果马英九 如果郭董愿意的话 被郭董变成行政院长 我保证马英九明天的民调上来 你相信不相信 同意吧 就是一个个人的这个意志 跟态度决定很多的事情 我说我也延伸一下 其实没有人会怀疑说 陈冲是个好人 他很认真 他有良心 问题是行政院长不是在比这个 行政院长是在比赛能力 你就是没有管理团队的能力 他的问题在这里 我们昨天也讲了 目标管理有没有 目标是不是明确 然后谁来负责 就是权责要分明 如果做不到赏罚也分明 我就换掉 我就把你干掉 整个团队就有纪律 这种事情他做不来 他就是Gentlemen 这种时代Gentlemen是不能做事的 我们现在不需要好人政府 需要人人政府 我才不管你什么 真不真诚 有没有良心 我都不管这些 把本事把事情做出来 要做事做对事 但人格很重要 这千万不能回到 陈水扁那个时代的人格的问题 我们稍后再回来 也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但是陈冲先生也讲得很清楚 要不要去面对 还是大家都都是马上把立即 用各种的讨好方式 民粹方式解决 稍后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可能在未来10年20年 发生什么状况 我们今天晚最新的这个消息 行政院长陈冲借着说这个景气差 那么没有年终格魁一个人承担 其实这已经超出了这个目前的这个说法 某种程度上陈冲院长 他是有高度的一个理想性 也高度 他其实在经管会各方面 副这个院长 行政院副院长的时候 都做的是非常的出色 但是目前在行政院长里面 陈冲今天的这一句话 某种程度就是表态 那么如果还持续会这样子的话 一个人负责 不是对这个年终奖金的问题 就是对整个他这个进退的问题 这是陈冲院长公开 至少在今天晚上 第一次透露出来这样的讯息 不过陈冲院长其实稍早的时候 也讲明的很清楚 他的工作态度 就必须要从每一个非常专业的角度 那么不搞民粹 也这个不用讨好的方式 讲出来这么多的事情 包括这个如果目前持续这样的状况 到了13年以后 因为我们的整个的人口结构 大家不去面对 我们的健保会拖垮政府 在10年之后 我们目前182所的这个大学 恐怕要关门一大半 在19年之后 劳保金的这个给付 900万的劳工 恐怕都面临没有钱理 在22年之后 公交的退辅金呢 也可能会崩掉 那么但是这些严重的问题 没有人 不管朝野之间 没有人愿意去面对 大家都用讨好 都用民粹的方式 过了明天 谁倒霉 下个就是你自己认了吧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不去面对 明天受苦的就像这一代的 没有 我觉得其实真的 我们从以前讨论到现在 已经连续讨论快一个月了 台湾现在已经快要记录一个系统性崩坏的一个状态了 包含了所有有关未来的保障 几乎全部都在你可见 目前还活着40岁以下的人眼中 是在他们要退休的时候 几乎全部会完蛋了 可是没有人敢说话 我再讲一个东西 其实说真的12年国教这个制度 真的是一个亡国灭种的制度 但是没有人可以告诉你 这么严重的制度 为什么现在要做 他只是告诉你 从以前到现在我们都规划了 说我们一定要做的结果 那就像刚刚讲的 薛成泰提到过 我国的大学要关一半以上 其实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 它是自然倒闭 过了几年要倒一半 可是如果国家不下定决心 现在就把它关掉一半的话 你面临状况 就是我们不给他很多钱 然后训练出来我们社会 根本不需要的人才 也根本没有那么多工作的时候 你不先把这些大学收到剩一半 它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看五年五百亿 已经连续做两期 我们以为很成功 请看昨天公布的新的 全世界的高校排名 只是把台大推进去 其他所有的学校全面性的后退 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 你补助五年五百亿之后 让台大把所有台湾其他学校都打垮 这真的是最正确的吗 这真的要完蛋了 所以台湾民众可能自己要面临 我们都要面临一个选择 就是要不要去面对 还是继续用大家讨好 用非常政治性的妥协 来处理这些事情 今天这个政务委员谢成泰 他本来是台大社会系的 这个人口学 demographic population 这是他的主修的领域 所以他今天就是根据我们人口老化的进度 然后用算术去推一推 这个领域哪一年会垮 那个领域哪一个会崩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新论 但是他今天讲这些东西 他其实如果是负责任 有办法有脑筋的学者 他应该稍微提出一个解决的办法 我已经一再讲 这是蓝绿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因为未来二十年三十年 蓝绿都会执政 所以其实马英九能够说 我们朝野的首领来见面 就讨论这些就好了 我们蓝的主张这个样子 你绿的呢 绿的不喜欢请问 请问你的高明意见 大家是可以讨论的 比如说人口老化 我们现在最注重的 就是老人造户问题 现在国民党搞了一个 老人造户的法的草案 在行政院里头 那个法你去看一无是处 真的是乱七八糟的法 就是我们糟糕的全民健保法 健保法的翻版 我给你讲 哪一个法不是人的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其实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因为我们当初有那么多国民学校 是什么 是因为我们一年生产了三十几万的学生 对 小孩子嘛 现在剩下十六万嘛 所以少一半了 那老人家增加了嘛 简单的办法改变地幕 把所有的学校砍掉一半 然后招标 改养老院 你看如果我的养老院 我被安排的养老院 是在动画国中的话 你不用派我 我们今天晚上就打包就去了 因为熟悉 因为方便 因为可以跟附近的老人家聊天 这个非常简单的 而且我老人家住在另外一半是小学的话 我每天看到小孩子在玩 在升国旗 我的青春就又回来了 你知道吗 你看这个多好 为什么会想一些有的没有的 什么每年要交多少钱 每个要交多少钱 我老了以后可以领多少钱 这是混蛋的做法 一点都不聪明的做法 现在大家就要说实话 所有政治人物都要说实话 我们必定要经过一个非常痛苦的时期 现在这个政党 这个执政者 包括民进党 有没有人敢说这样的话 我们稍后回来 最新的这个状况是陈冲行政院院长 第一次非常清楚的 内阁的成败 我一个人负责 显然不只是针对 所谓整个的政务官的 这个奖金的这个问题 那么是表示整个的一个进退的状况 可是我们刚才一直在提问 我们熟而有的社会大众 也必须要去明理这一个情形 面临未来十年二十年 台湾如果还持续的民粹讨好 那么政策上的不敢为 那么这些情况一定会发生 现在如果做很多的情况 那么大家都记得利益 一定会反弹 而且反弹得非常大 怎么做 其实我觉得 不论刚刚陈冲这边讲的说 我一人承担 不论是讲年终奖金 或者是讲进退的问题 我觉得至少他的态度 是值得肯定 因为他表达他负责任的态度 那刚刚我们在讨论很多 像大佬讲的 有关于养老院的部分 你今天如果说把东套国中 变成三分之一或一半 变养老院 其实他的问题 还是有很多很多都会 不是 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在讲说 刚刚涛哥讲一句非常正确 就是台湾的民众 必须面临一个选择 不论男女 我到底是要长痛还是短痛 就像我一个人生病 我到底是要吃特效药 还是肋库屯 赶快把我要身体治好 还是我希望说 这个也来问我就好了 从根本的地方 我能够来把我身体治好 那就变临到说 比如说我说 店家要长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说 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会有一些的阻力出现 同样道理学员刚刚讲 私立学校如果关闭一半 那也是会很多人 因为会起来 有一些些的一些意见出来 因此我觉得说 执政者他应该是觉得 如果政策他是对的话 就要坚持去做 那如果不对的话 那当然就是不要去做 他要有给民众 有一个运行跟信心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 民众对执政者的 一个信心地 信心度是不够的 我觉得这才是最严重的 是 可是社会大众说 前提 你必须要有行动力 你必须要有执行力 执行力的重点是 必须要有纪律 现在看得到纪律吗 我们今天一开始提出来的 这么多的一些 荒腔周版的这种现象 是没有纪律的 可是另外一点 陈冲院长也讲 如果我不是用可以这个快速 能够有特效药 但是如果能够让有彻底的 结构性的这种改变 那么可能可以扭转台湾 但是民众愿意给这个时间吗 陈冲不是说 陈冲的煎熬在哪里 因为陈冲是一个金融专业出身的 CEO出身的人 所以陈冲他认为 任何一件事有他的中长期策略 也有他短期的策略 即使短期要下猛药 也必须考量到 对中长期的影响 所以他反对完全不顾中长期 就短期下一些 所谓会造成体质不良的猛药 这是陈冲的煎熬 也因为这个煎熬 陈冲才会讲 他是个专业的人 他没有政治性格 他真正的意思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觉得 他今天他不是选举出身的人 他不是搞政治出身的人 他是一个专业的人 所以他到了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还有很多的价值 与其他的人 没有办法格格不入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既然是如此 陈冲就该走了 在中日甲午在意的时候 那时候带北洋舰队的叫丁鲁昌 丁鲁昌就跟陈冲是一样的性格 好人一个 也是一个做中长期短期的人 到最后他根本带不动 北洋舰队的各舰 战火一起 每一个舰 每一个舰好了 都做鸟兽散了 到最后他只好以死殉果 所以陈冲今天面临的这个处境 我觉得该是选择去留的时候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我觉得事实上我们大部分的问题的答案 大概都研究过了 只是要不要采取哪一个当做决策 比如说我们说本外劳脱钩 自由经贸区 这个早就是马英九想做的事 结果就扯在王努璇 我们现在在讨论的 这个跟长期短期有什么关系 就他做不出决定 所以我一直在讲说 这个政府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他做不出决定 就基金力 不是没有主张 主张有各种主张 可是他不敢下决定 所以这个跟短期中长期无关 跟他的个性有关 因为他就是一个烂好人 所以当有各种利益集团 在撑不同的主张的时候 一下听这边 一下听这边 他不能做决定 问题在这里啦 如果台湾持续如此 一个这个不做决定 一个是大家这个 戏虚祸心理 民粹下去 大家都讨好 勉强妥协 那么未来真正受到伤害的是 目前台湾四十岁以下的年轻朋友 完完全全在世界二十年以后 他们绝对是承担所有的恶果 而且我觉得今天大家担心的 刚才说没有办法决定的 这个同期的这个周刊也讲到 是你没有办法选择 因为你try to praise everybody 你要是让每一个人都高兴 天下没有这样的政策 我觉得高兴的人如果是七 不高兴的人是三 七三比都太好了 我觉得六四比就可以做了啦 但是他这个政府的特色就 每一次都在听那些反对的声音 反对的声音有了 他就怕了嘛 他怕了 他就又修改了 结果每一个人都得罪了 我觉得这是关键 我觉得其实讲明一点 台湾现在年轻人 有一个很悲哀的状况 我们大概知道自己 不是失落的世代 我们可能是入城的世代 如果台湾今天继续走下坡 我们大概要跟着一起沉下去 我最近经常接到的年轻人 他说他在国外 他想要回台湾贡献一己之力 你知道我只能跟他说实话说不要回来 现在时机不对 你如果回来 你会跟台湾一起沉下去的时候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 真的要与建共存亡的舰长 这个舰长要有他民调掉到5% 他也要继续为了未来的万代子孙 而真正做改革的决心 但我们现在是看到的是 领袖可能会掉到5% 但他的历史定位大概是完蛋两个字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说我们能怎么办 薪水也没办法争取 未来工作也找不到 然后所有人都告诉你说 你们应该要多努力多吃点苦 我当年也吃苦的时候 我们怎么给予下一代更美好的未来 可是台湾面临的就是过去的相怨 过去的妥协 过去的讨好跟民粹 这几十年以来累积到现在 如果我们要突破 现在必须要有一个非常精准的目标 让所有社会大众能够了解 那么说服所有的社会大众 大家共同看到那个目标去往前去冲刺 但是时间非常非常有限 如果再没有纪律 没有执行力 那更是让人民失望 一念之间 再回来新闻一种会 晚安 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看的是TV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